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觉得我第一次恋爱 就应该是跟小说谈的恋爱吧 我觉得我就是小说的女主角 那个男主角就是爱的是我 然后自己在睡觉前还会演一段 然后还念着人家的对白 躺在床上 就是在床演之前我们是靠小说再体会另外一个人生 体会主人公背后的故事 好仿佛你跟他活了这么一辈子似的 拍戏就是你给落到实处 你不光自己想想 一堆人陪着你想 就有点有点像过家家小说 太假了 就是为了人给你找个小说 都把他骂了 你这样 我告诉你呀 曲妖骁说实话 我为什么在第二季我觉得劲势有点大 是因为第一季的时候 我在演的过程中 我就会觉得有很多东西我够不上 我都够得很努力 比方说我想体现取妖精的这个地方 什么嗲呀 妹呀 这些东西 出现在曲妖骁的身上 包括走路我会扭一下屁股啊 这些东西其实是我生活中都没有的 所以第二季我就很多时候 就是就想取妖型那种扇子扇子啊 这些这种姿态的东西 我觉得有点多了 我觉得我给的有点多了 我可以再让它自然一些 哎呦 各种幻想 天翻地覆的 双鱼座真的没办法 小时候就觉得我长大肯定是个明星 万众瞩目的那种 我甚至小时候会觉得 我能看到电视机里面那些人的生活 他们肯定也能看到我平时的样子 所以我就在很长一段时间 平时说话干嘛 我都很注意 因为我总觉得有人会看见我 就不知道挑哪个台 别人能看到我这个台 我一直都不自信以前 你以前跟我说我是演员 我都不敢答应这词 就真的是很 最近几年吧 我觉得我渐渐开始好像 对于表演来说 没有那么多恐惧 多了一分自信 之前真的是 好像你用了很多力气 都没有用在点上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使劲 总是很不得要领地在工作 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孤独的工作 因为这个动作也没有人帮得了你 比方说哭息 他教你哭 他会教出一半个方法让你哭 但是可能跟你都无效 我始终觉得哭息 真正高级的一个悲伤的 其实你不哭而能让观众哭 这是最高级的 但我达不到 我觉得我现在达不到 我觉得我能达到是我哭出来 能让观众哭 我觉得我就已经算成功了 没啥梦想 我就记得我初中的时候 就写过自己同学路说我想做演员 想从未明星 我觉得这已经梦想成真了 可能已经算了 是否有没有人 我会想成功了 我会想成功了 是否有个人